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土著党表示被禁止参加选举 乔恩福斯的诺贝尔奖宣布了 它在全球舞台上的迟到到来 臭虫不仅仅存在于巴黎 如果它们找上你该怎么办 视频记录揭示了大草原上最可怕的声音 研究发现野生动物比狮子更害怕人类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土著党表示被禁止参加选举 未报 尼加拉瓜选举当局取消了土著亚塔玛党 参加未来选举的资格 使执政的桑迪尼斯塔党 在即将到来的两个地区的地方选举中没有对手 这个党派过去与总统丹尼尔 奥尔特加发生过冲突 现在被禁止参加所有未来的选举 包括计划于三月举行的地方选举 当局没有提供取消该党派法律地位的原因 警方还逮捕并监禁了两名党派领导人 引发亚塔玛党要求释放他们的要求 该党派指责政府没收了两个当地的广播电台 这些电台曾是亚塔玛党领导人的平台 选举委员会指责该党派煽动外国干涉和叛国行为 乔恩 福斯的诺贝尔奖宣布了他在全球舞台上的迟到到来 未报 挪威作家约恩福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福瑟是自2005年哈罗德 品特获奖以来第一位获奖的剧作家 也是自1928年希格里德 昂塞特获奖以来的第一位挪威获奖者 他还是第一位以尼诺斯克语写作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尼诺斯克语是挪威语的两种官方标准之一 福瑟的作品已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 并且他的戏剧作品经常在斯堪蒂纳维亚 德国和法国上演 这个奖项标志着挪威作为一个文化强国的进一步崛起 臭虫不仅仅存在于巴黎 如果它们找上你该怎么办 华盛顿邮报 法国正在应对一场致使居民和旅客普遍焦虑的臭虫爆发 臭虫是全球范围内的持续问题 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尽管它们的名字中有床字 但这种昆虫可以在许多地方找到 包括酒店、医院、图书馆和办公室 它们还可能潜伏在火车座位、公共建筑和墙壁内 臭虫大约有5毫米长 扁平而椭圆形 通常为棕色或红色 它们不能飞行或跳跃 通常不生活在人体上 臭虫咬伤会引起皮肤刺激 但通常不会导致其他健康问题 感染的迹象包括阳点和皮疹 看起来像黑点的粪便以及卵和卵壳的存在 治疗臭虫是复杂的 可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洗衣服和床上用品 使用烘干机高温 使用蒸汽清洁器 以及使用经过EPA注册的杀虫剂都可以帮助 为了避免感染 专家建议不要将行李放在床上或附近的家具上 安顿休息之前检查是否有臭虫的迹象 并减少家中的杂物 视频记录揭示了大草原上最可怕的声音 纽约时报 根据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进行的一项研究 人类是动物王国中头号捕食者 该调查使用了感应器摄像机和音频设备 记录了动物对各种声音的反应 研究人员发现 相比于狮子的咆哮声 人类的声音使动物逃离的可能性要高出两倍 而当动物听到人类说话时 它们离开水洞的速度要快40% 这项研究是加拿大研究人员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的一部分 这些研究表明对被吃掉的恐惧 对个体和社群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了解人类的普遍恐惧 能够帮助防止野生动物偷猎 该研究还发现 大象是个例外 大象不是逃离狮子 而是朝声音的方向奔跑 经常摧毁录音设备 这些动物会向狮子靠近 保护它们的幼崽 然而 这种做法在面对持有长毛或枪支的人类时 可能会致命 研究发现 野生动物比狮子更害怕人类 喂 爆 新研究表明 大象 犀牛和长颈鹿 比其他顶级捕食者如狮子 更害怕人类 这项研究 在南非大克鲁格国家公园进行 发现野生动物听到人类说话时 逃离的可能性是其他声音的两倍 并且离开水坑的速度快了40% 对人类的恐惧 似乎对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为它影响了整个食物链中动物的行为 这项研究 对依赖野生动物旅游为保护提供资金的地区 具有重要意义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看一看本周的新闻要点 首先 我们从尼加拉瓜的选举新闻开始 土著亚塔玛党被取消了参加未来选举的资格 这使得执政的桑迪尼斯塔党 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中没有对手 这个决定引发了亚塔玛党的抗议 他们要求释放被捕的党派领导人 选举委员会指责该党派煽动外国干涉和叛国行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选举不仅是政党之间的竞争 也是一个国家民主和多元化的试金石 接下来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挪威作家余恩 福瑟成为第一位以尼诺斯克于写作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福瑟的作品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 他的戏剧作品在斯坦蒂纳维亚 德国和法国上演 这个奖项标志着挪威作为一个文化强国的崛起 也为全球文学界带来了新的声音 我们继续谈论法国的臭虫问题 虽然臭虫的名字中有床字 但他们并不只在床上滋生 而是可能出现在各种地方 如酒店、医院、图书馆和办公室 他们的咬伤会引起皮肤刺激 但一般不会对健康造成严重问题 治疗臭虫是复杂的 需要时间和细心 为了预防感染 专家建议检查行李和家具上是否有臭虫的迹象 并保持家中的整洁 接下来是一项关于动物对人类声音反应的研究 研究表明 相比于狮子的咆哮声 人类的声音使动物更容易逃离 并且听到人类说话时 它们离开水洞的速度更快 这项研究对于野生动物保护非常重要 因为它提醒我们 我们的存在对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最后 我们有另一项关于野生动物恐惧人类的研究 研究发现 大象、犀牛和长颈鹿 比其他顶级捕食者更害怕人类 这项研究 对于依赖野生动物旅游为保护提供资金的地区 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就是本周的要点新闻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在评论中与我分享 我期待和你们的互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